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中击16分 排名联赛第二位 仅次于AC米兰队 此一对手卡利亚里 击10分 排名第11位 唯一支中游球队 双方球员脸上涂着红色印记登场 以支持反性别暴力日活动 第11分钟 贝尔纳戴斯基 破门成功 但因莫拉塔越位再先被吹掉 第38分钟 C罗禁区内 晃开两名防守球员抽射破门 尤文1-0领先 第42分钟 德米拉尔投球助攻 C罗球门前射门得分 上演没开二度好戏 尤文2-0领先 下半场比赛继续进行 第67分钟 克拉万投球破网 但裁判是以马林之前 越位再先 进球被取消 此后双方均无剑术 2-0的比分一直维持到了全场比赛结束 依靠C罗的独中两人 尤文图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即将36岁的C罗再次上演不可思议的表演 在4分钟的时间内 上演没开二度好戏 带领尤文拿到了一场胜利 进球之后 C罗调皮的吐蛇做鬼脸 和队友们一起疯狂庆祝 独中两人之后 C罗本赛季的一甲竞球术达到了8球 同大一部一起定列 一甲射手榜防守 种种迹象表明 本赛季一甲争冠战将 在尤文图斯和AC米兰之间展开 而两位老将C罗和伊布 将带领各自球队 向冠军发起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夜晚 当梅西率领巴萨对阵西蒙尼的马德里竞技队时 尤文的对手 卡利亚里阵中 也有西蒙尼家庭成员 主力前锋 正是西蒙尼的儿子 乔瓦尼西蒙尼 第80分钟 碌碌无为的小西蒙尼 被替换下场 走下球场时 小西蒙尼搭拉着脑袋 一脸猛逼 相比之下 巴萨0-1输给了马德里竞技队 梅西只能黯然神伤 这是西蒙尼 执教马静以来 首次在联赛中战胜巴萨 西蒙尼的激动之情 可想而知 这篇足球新闻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